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莫门的生存挑战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挺有用的一个数据包 它生存里面的话是非常感觉挺好玩的 但是它对地形的破坏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这边先打一下猪 废话不多说先开始生存吧 还是老样子先获得一下食物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挖三颗钻石来做一个超长的稿子 然后刚才我做了一把长稿 但这个版本的话是第二个版本 它不是最长的 然后我们这边继续来砍一下树 然后来做一下剩下的两把 然后给大家看展示一个技能 就是这把长稿子它有一个挖掘的范围 它会固定向下或者向前帮挖一个固定一个区块的一个方块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用它来实现一个挖树 不需要去点那个木头 我们只要点这个树叶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实现一个拆树叶 然后还能砍木头的一个效果 那的话就砍树非常的方便 我们可以省很多力气 不用做那个稿子了 不用做斧头了 又方便又快捷 而且效率还是贼快 只不过有时候下面的还是得手动挖一下 因为有时候它挖不到 我们可以挖旁边的那些草方块也是可以的 假如我们现在挖这个草方块 它可以破坏上面那个木头 就可以非常的省事了 我们做好了三把稿子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长度就非常的长 我们这边这个斧头已经可以随便值得很长的一个地方了 可以到白化木里边了 然后这个是第二长的 这个是最短的 这个最短的其实就是比普通的那个木稿稍微长了一点点 然后它的挖掘的区域会变小 然后最长的的话 它的挖掘的区域就很大 给大家看一下 它已经挖到很深了 已经在贼下面了 然后这个最短的只挖掘到这么一点 然后再给它对比一下这个普通的 这普通的话就稍微短一点 这最长的是贼夸张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准备下矿了 现在到晚上了 然后生怪了 刚才我们说话说的太久 导致我们还没有下矿 它就已经晚上了 然后加上食物又不多 所以我们准备等到明天再下矿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bug 也不算是bug 应该说是特性 就是 这种长的稿子和这把中等长的稿子 可以隔着那个怪物 就假如你打下那怪物 它就可以隔着那怪物 然后破坏它身后的方块 我们这边找一只僵尸给它看一下 刚才这边就是我被 我打那只蜘蛛 然后把蜘蛛打下去了 这边有只小白 我们再设下这小白 小僵尸先车先车 别被射死了 我们打这小僵尸 它可以破坏小僵尸身后的方块 看到没 而且破坏的这个距离还贼夸张 就先跑 不然要被小白射死了 我们现在来做一把石稿 然后准备下矿 然后我们需要先做一把普通的石稿 因为这把长的这种稿子它破坏力太强了 有时候会把我们自己给挖下去 然后自己摔死了 所以不行 我们这边准备一把普通的一把石稿 然后准备一把长的石稿 这样的话就可以足够我们的一个探险 然后这边的话准备把这个长的这些木稿 就先放回去吧 我们就不需要了 其实这个三个稿子就是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这把三个稿子扔了吧 这三个稿子就不要了 这边先把火把放在身上 我们准备下矿 很快就见到铁了 这边先把铁挖一下 先做一套铁套 因为这个稿子虽然给的那个挖掘方块的区块是很长 但是它并没有增加攻击力 所以就把稿子并不能当一个补器来用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准备一套铁套来以防万一 这边好像发现了一个更快的一个挖框的方法 现在在22层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插一个火把 然后锁定点掉它 就可以用一个超快的挖掘方块 并且它是可以挖碎鸡眼的 这边已经是虚空了 看到没 这边已经虚空了 所以我们不能下去 我们得往上走 这边是11 我们已经到了第11层 这边有红石 红石我们可以稍微挖一下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铁稿 准备直接向前就可以了 哦 这种挖方块的方法也太爽了 这边是11层 就是11层 那边都是19层 层辑的区别� stoetto 人家也太爽了 这个方法也就是15层辑 今天是12层辑的 pi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先挖一下钻石的 不过很遗憾啊 挖越只有两颗的 吓我一跳 还好有四颗 这个还有金矿 我们把金的最长的稿 得做少给大家看一下吧 现在木门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做好了 钻石稿和那把金稿都是最长的 那我们今天来对比一下 它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这边找一个没有挖过的地方 这边都是有坑的 找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来试一下这个 它的那个挖掘的距离 这里吧 应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不会跳到哪里去 应该不至于太短 这边差不多 大概 十层左右的样子 将近十五层 应该是有十五层的 这边也同样差不多十五层 它这个稿子的效率 其实应该是一样的 都是与同样的深度 这边挖的形状也是差不多的 差不了哪里去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木门